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真的还是谈假的呢 我们来看因为国安基金来了 所以在今天台股涨了500点 六次护盘下手多琢磨龙头骨 当然不只是国安基金 可以说是三道金牌护盘 降息近空再加国安基金 政府三见其发就事 所以在今天大涨之外 连Doll Jones的盘后期货盘也出现熔断 但这一次不是下跌熔断 是上涨熔断 所以暴富性反弹能够持久吗 另外在油市也出现了暴富性反弹 纽约油价击涨24% 可以做史上最猛 为什么呢 因为川普出手了 川普出手买3000万头原油纵效 美国考虑要介入石油战 本来这场战争是烧掉阿博和俄罗斯的战争 现在美国也竟然缴获了 未来的石油战会越来越精彩 不过我们先来谈台北股市 对 终于等到了 这两个礼拜 我觉得投资人真的 陈孙顺 那今天大涨了552点 回到了十年线9100点 当然通常恐慌的暴跌之后 就会有暴富的反弹 国安基金5000亿 而且选择这个时间点 所以今天出现了大涨 那台股今天的涨幅 在亚洲股市算是临涨的 虽然说后面韩国股市也涨了7% 这些东南亚股市都大涨 但是一般认为台股市这一波 外资被动的ETF避险基金 提款最多的一个市场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亚洲股市台股表现一马当先 台湾家庭指数上涨了6.37% 不过泰国股市涨得也很强 涨了7.95% 韩股涨了7.44% 俄罗斯国企股包挂 其实连欧洲都动了 欧洲都涨了 所以全球股市都出现了反弹 对 那大家都在问 国安基金今天有没有出手 有没有 当然他不会公布 他希望 他会不会用口水护盘就弹上来了 也有可能 但是我认为今天有进场 为什么 外资依旧今天是卖超了200多亿 今年已经卖了5000亿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会靠我们散户去买吗 不可能 我们看几个大型的全职股 第一个台积电 昨天贴喜 今天完全的填喜 并且的一个大涨7.8% 今天涨了快9% 270块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大立光股王 这个绝对只有国安基金这一种的才买得起 今天亮灯涨停 亮灯涨停 我们谁有办法买那个3575块 对 现在怕也怕死 再过来 莲花科也涨停板 并且盘后宣布莲花科动用了库长股 莲花科这家公司很少会用库长股 所以公司也认为这一波跌到273块 他感到太少了 但是为什么台股今天的暴涨 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 恐慌过头 我们来看一个统计 看了以后 我们等会再来看统计 我们来听听投资人的心情 常会说国安基金都在骗 我觉得这个进很见识 他们这波子三餐吃泡面 也许早年的国安基金太早进场 跟着进场就一起套 但这一次已经跌了3700点 国安基金才进场 我觉得这一次可能国安基金会 是真的 那我们就回到K线 我们再让公众朋友看一下K线 那这一波的报复性反弹 能够持续多远 我们先看反弹 不是缓转 但三个指标 油价要上去 美国要稳 再过来就是美元指数要跌 今天下午过后 美元指数传出来 美国联总会跟9个国家的央行 换美元 所以疏解了美元荒 美元一跌 台币今天升两脚 所以他现在跌了 这个现象就会让台股的反弹 比较有持续的可能 既然你谈到了三个指标 到底反弹能不能持续 第二个指标刚谈到油 我们来谈谈油 美国老大哥出手了 对 今天大家看到本来要下市了 那个元大S&P的元有正二 已经跌到这个地方 今天涨85% 创下台股单日最大的一个涨幅 等一下 涨几% 85% 涨85% 对啊 但是之前跌很多啊 因为美国川普出三招 第一招 低价买油 夏令能源部开始飙售3000万桶的原油 他不是增加占比储油吗 这第一招 第二招 逼 Saudi Arabia要减产 本来 Saudi Arabia要增产嘛 一天要1230万桶嘛 现在不行 给我回去 回去原本的要减产 再过来 哇更狠 逼普丁 逼俄罗斯 你假如不来跟 Saudi Arabia谈破的话 我制裁你俄罗斯 哇这话一讲出来 你知道昨天 纽约原油期货涨多少 涨24% 三日最大的涨幅 然后呢 现在的这个电子盘又涨了5-6% 继续涨 继续涨 所以啊这个油 一个战争 为什么川普要出手 他说油价在30块美元以下的话 我告诉你 惨啊 美国的业原油至少到一大半 你不要忘了 那那个线连很广 这个会大量的失业 而且会对川普的选情 造成血崩式的一个影响 所以川普当然要怎么样 要出手 而且那些油商都是他的选票 都是选票 都是他的票仓 但是有人想说 最大赢家油 谁啊 中国 中国也在买油不是吗 对 最近还讲了 什么啊 84勺 每艘都是30万吨级的VLCC的油轮 航向的波弯要去买油 好这是一则重磅新闻 原油价格暴跌30% 中国一次出动 84艘巨轮直扑海湾要买原油 外媒说实力差太大 什么实力差太大 美国的实力跟中国差太大 为什么呢 他们还说 全球原油价格暴跌30% 这简直是天上掉了金砖一般的喜讯 所以我们一买呢 我们要买1.7亿桶 而美国出手不过是3000万头 实力差太多了 但被踢爆 这是假新闻 这是假新闻吗 因为30万吨级的油轮的话 大概长300公尺 宽60公尺 它要起航的话 你必须要用无人机来拍 假如84艘排在一起的话 你全部都要拍到的画面 只有卫星 所以这是假新闻 所以据说这个画面是拼凑的 对 拼凑的 因为你怎么可能一次能够拍到 你除非 你要拍到84艘 除非你用卫星拍的 不然你没有办法拍成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假新闻 所以它是简接的 但是假新闻的背后 凸显了油价的崩点 中国应该有大型的油轮去买油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吗 对 为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 虽然不可能有84艘一起出动 但是你看一下 大型油轮的租金 从3月9号的话 3.04万就到3.87 3月10号又涨到7万 3月11号飙到9.3万 短短的三天飙三倍 谁在炒高运价 对 不可能 不是美国 不是我们台湾 不是日本 只有中国 因为中国是原有最大的需求国 所以一定它动用了 才这个租金 哇 三起跳的一个情况 那从宏观经济的角度 所以它确实有买 只是没有84艘巨轮一起买 对 那个是夸张的一点 但是油价的下跌 为什么中国最大的赢家 从宏观的经济的角度 你看一下 中国一月份的CPI跳到5%多 猪肉一直在涨来 对不对 所以 那时候有猪肉荒 假如油价不跌的话 它的通膨会上来 加上这一次 这个新冠肺炎 生产断链 未来可能要涨价了 哇 它怕这个 所以你看人行只有降准没有降息 就是担心通膨引爆 所以8月4艘邮轮买油 这是假消息 但是像金砖一样的好消息 从天上掉下 这倒是真的 对 所以你看 假如油价下跌了以后 这时候去买油 它疏解了通膨的压力 随后再过一阵子 人行就可以把它降息了 开始做这个调控 但是刚才阿官问到了 我们现在的投资人 还是很谨慎 谨慎什么 美国 美国看了昨天 新增确诊的人数我吓一跳 Double 现在累计1万4千例 我们看一个画面 你看 现在美国春假 这些少年跑到佛罗里达的迈阿密 你看 一点风险意识继续歌舞升平 记者去问这些少年 你看车还那么多 所以他们没在怕就对了 没在怕 60%的美国民众高 新冠会也没有什么关系 有一个李明星 还说叫大家在IG里面 叫大家谨慎 还被网友骂 最后还道歉了事 所以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你还出来 好我们再来看 对美国经济前景 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 甚至机构都预言 要面临衰退了 好我们来看 投资银行预测美国的GDP 美国银行 我看得这么坏 负12% 德银行看到负13% 我跟大通看到负14% 甚至现在已经有一些专业机构预言 美国离大萧条近在咫尺 对啊 这个 出零失业救济金 高盛预估这个礼拜 就到3月21 这个礼拜就3月21号 会200多万的 我就看这个数字 我吓一跳 会这样子 所以川普当然要撒钱 recommendation 就好了 primary 别跑 就 crust 请 大滑 糖 糖 牛 糖 糖 糖